阿丹姐 你离婚后 你这后来怎么会 你得到的封号不是最恐怖的前妻 是最有情有义的前妻 也没有什么 只是她生病了 然后我回去照顾她 一直陪伴她走到人生的最后 就这样子而已 你已经离婚了 离婚了 对 已经离婚了 那她没有人照顾吗 应该是说她需要我的照顾 你最了解她 对 我最了解她 然后她也最希望 我能够陪在她旁边 她这个时候有开口希望的 对 她打电话给我 跟我告诉我说 我生病了 我又生病了 你赶快回来看我 你不会觉得她很自私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 肯定我的存在 对 对 这是一个很大肯定我的存在 对 雅兰说得也没错 都是 都是这样的 都是 无畏杂成 那时候我在 我在上海拍戏 那她的电话来了以后 我就跟她讲说 我没有办法现在回来 因为我在拍戏 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世界 我只能等杀青了以后再回来 那回来以后就看到她 真的整个人又不对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她旁边有没有人 真没有人 真没有人 该离开她的人都离开了 那所以我觉得她这个时候最需要就是一个 懂得她了解她的一个人 能够陪她陪在她身边 可能要的 她要的是一个真心的人 这时候才看懂 真心的人 在哪里 那阿丹你也就傻傻的 就回去 这这个伺候 你看奎哥的表情 这个伺候生病的人不容易 对 我的我的感觉是说 她真的是一个很傻的女孩 对 这感觉单纯 情绪又是也是爱过 也是恨过 也是气过 可是我还是来了 这是什么心情 我就跟你讲 有怨有恨 有爱 那些通通都过去了 我觉得 我就把她当成是我的亲人 一个亲人 在你最需要帮助她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去帮助她呢 当然 我相信 独林很了解我 知道我的脾气 知道我的个性 我的旁边很多好朋友也都说 这不是你 你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 你为什么要去做 我说这就是 这是上帝给予我的一个 灌输在我身上的一个爱 我觉得这个爱 它已经突破了男女的爱 友情的爱 什么都爱都通通都突破了 它就是一个大爱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可以把这个爱给人家 而且给他 给一个 你曾经爱过的人 有什么不好的 对不对 是 你回到他身边 他有说什么吗 也没有说什么 我想 我想我们之间应该 行不太需要什么言语吧 阿丹姐一直到了 最后 我都是叫姐夫的 姐夫离开了 你还 到了告别室 你都还包办 对 因为我觉得 他的人生里面 曾经有我 我的人生里面 曾经有他 所以在他走的 最后的那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我不应该缺席 就像有一首歌一样 给奥 最后的那句话 他说 我可以让你先走 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 我为你难过 对 所以我觉得 陪他走到最后的人生 他在上面也应该会很开心 会很开心 打你 让我们女神哭两次 打你 阿丹姐 何吐霖 你等一下不要下去 对 你等一下不要下去 你还要让他快哭第三次吗 又要追问 那告别式的 你就做成这样 那告别式的时候 你的名分是什么 怎么在 你好烦呢 就是啊 烦不烦这个人 这种再追根究底下去的话 这个问题就大了 其实我是这样 我看过我一个朋友 跟他太太也是离婚 那他太太呢 后来这个 我朋友的妈妈故事 他已经就离婚 后来告别式的时候 这个太太 从头到尾 就是媳妇的样子 该跪的位置 该做的事 做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做完 做完 谢谢大家 做完 漂亮 这个女人真的做到漂亮 到一百分 你说这种漂亮 我还碰到一个更漂亮的 我告诉你吧 好几个前几任 都跪在一起 走了以后 那不但是他这个走了 他的骨灰 他的牌位 他家里面的牌位 也通通收起来 好几任牌位放在一起 放在一堆 前任的 前任的夫 前任的什么家里人 然后前任 他通通放在一起 拿相拜 他还忙得很 这不叫漂亮 这个有一点太忙了 这有一点太忙了 所以 这太忙了不行 世界上什么样的事都有 什么样的人也都有 那他们阿丹 你不是说了吗 他已经把他当成亲人了 而且升华到大爱去了 既然升华到大爱去了 他一般的人 都能够给他爱 何况是跟他 曾经有过一段的人 是不是 那你放心 牌位他不会放回家 你放心好了 请教一下 吴美玲老师 哪些姓名笔画的人 容易受到宗教的感召 是 其实每一个人 都是有这个佛缘的 只是有一些人 他本身会经历过 比较多的经历 所以他会在宗教上面 会比较有 有一点比较用心的这种感触 我们先来看这种第一种 有的人是先天就命中带来的 就是不管哪一个格局里面 有八话 十六话 二十三话的人 那像 二十三 丹薇姐有 你有 女生 你有二十三 有这些笔画的人 天生对很多的事情 敏感度比较高 不管是情感也好 或是各方面 他的敏感度会比较高 那敏感度高的时候 他就容易对很多的事情 会放在心里 他会比较有一些记忆点 像很多人小时候 其实也很多人 可能小时候 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或者被八年被什么 但是他这个记忆点不见了 所以他长大 其实不会再记得那些东西 但是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比较有记忆点 所以他就会曾经记忆说 我小时候曾经 因为一件什么事情 那个记忆一直在他心里 没有走出来 而到最后呢 他会对宗教 会比较有这个感触 那有这些笔画的人 也是比较 有的是会不好睡觉 这是天生的 有一些事情 他就会不好睡觉 但有一些人 因为像不单纯 有一些人 因为他的环境 他就很容易 就进入到这个宗教里面 有的人呢 他因为他的环境 他就比较单纯 他也就没有进去 所以这个都会在一个记忆点 那天生带这个命的人呢 也特别的容易 就是在小时候会比较有一些 你知道要跟宗教有缘的人 在小时候难免都会比较有一些经历 或者另外这种呢 这个呢 就是不管哪一个格局 有十八话 十九话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六的人 如果你的姓名里面 有两组都有对到 那他就会特别特别更容易 投入宗教 因为你有这种记忆点呢 不见得说你 人家你接触呢 你会接触 但是有这些笔画 有你如果有 再加上有十八 十九 二八三 二九 三一 三六的人 那他在这个宗教里面的感召 就更容易 为什么 因为下面这一组的人 比较热善好施 比较会去主动 会做制工 做医工的 像丹威姐就是 丹威姐她你有二十三 二十三呢 你想的会比较多 当你发生人世间 当你发生一些困难的时候 你会特别特别的 把那些放在你心里 有的人过了就算了 像这几年很多人家里都有发生的 就是长辈离我们远去 但有一些人可能 他过了半年一年他就走出来 但是二十三的人不容易走出来 他会一直那个点 一直放在你心上 所以你刚刚我听你讲有十年 只要有三十二二三的人 特别容易这样 那你又加上你有三十一 三十一又容易去做服务 当你去宗教里面接触到的时候 你又是一个很容易 愿意去传达或是表达的人 所以你两种因素都加在你身上 所以你就比较容易 跟这个宗教比较容易 很深的结这个缘 所以如果有这两种的人 跟宗教都会特别特别的 有那种很深的缘分 那如果你接触了 你也可以借由你今世 跟这个宗教有这个缘分 去做一些 做一些宣传或做一些布施 那相信这样子的话 会让你人生是会更快乐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躲在家里 还好丹威姐你有三十一话 你如果没有这个三十一话 你就会可能在家里 就是沉浸很久很久的人 但有这个三十一 他还算有这个动力 愿意出来 所以当你如果有这些笔画的人 我会建议你在你的宗教里面 去做一些志工 布施 那让自己走出来 你就会走出那个不快乐的点 那反而是我们人都是因为执着 你当你那个执着放下的时候 其实会豁然开朗 让人生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乐的 要有一点点转变 我现在就是 从去年开始吧 我就是中部 南部 北部 很多的教会我都会愿意去做 把我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做一个见证 做见证 做分享 你要多分享 因为三十一画的人 是专门在结这个善缘的 感谢主 给我这样子的使命 所以因为你有这个三十一 专门是在结善缘的 所以你要多去接触人 你越接触人呢 你越不失你的命运 人生 价值观 全部都会改变 是 我们有宗教缘的人 也代表说你的心灵维度比较高 那你的心灵维度层次比较高的人呢 你应该去接触更正面的一些 不管任何宗教 他都有他的很正面的能量的思维 你把它吸收之后 你去把它发挥 反而会让自己人生重新启动